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中美贸易谈判又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 中国的国家主席和美国的总统川普先生 很有可能会在3月27号左右 举行中美贸易谈判的峰会 签订正式的合约 这个消息是由华尔街日报刚刚披露出来的 我认为这个消息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因为华尔街日报在北京的记者魏廉宁和她在华盛顿 在纽约的同行 他们在最近几个月来 关于中美贸易的谈判 以我的观察具有相当的可信的准确度 习近平现在正在北京开两位 人大政协会议 人大还没有开幕 政协会议昨天已经开幕了 从昨天的会议来看 在主席台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正经为坐 只有一个人会议上胡耀 这就是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国务院的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刘鹤先生 刘鹤一下子跟左边的人谈一谈 右边的人谈一谈 跟副总理声称也有过互动 而且在会议开到40分左右 他突然写了一个纸条 通过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丁雪强 在递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然后再经过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区常务书记王富宁 递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手中 李克强看了一看 放在桌子上 过来一下子 又放在口袋里面 这写的是一个什么纸条呢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刘鹤先生现在是身负重任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 不宁愿决定到中美贸易经济关系的问题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 对全球的经济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经济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刘鹤是习近平的发小 受到重用 但是在民间 在社交媒体上面 仍有人正在指责 刘鹤很有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李恒章 当然 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 中国的官员一直在努力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 不要成为一个慢归的条约 因为中共 激化起民族主义情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就是讲 前朝 尤其是清朝 签订了一系列的慢归条约 现在轮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 但是我们很清楚 中美贸易的谈判 实际上来讲 就是中共让步 那么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 当然中共仍然是 刘鹤当然仍然是在距离力增 来使中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川普的大棒非常的兇猛 几个月谈下来 基本上 中共做出了非常多的让步 虽然这个让步使美国的强硬派 还非常的不满意 尤其担心这个条约签了以后 只是中共的一种欺诈的表现 过一段时间 没有人真正执行这个条约 所以在这样的强硬的压力之下 川普的谈判团队也不得不威逼中方的谈判代表团 也经常做出一些宣誓 但是美国一定会很强硬地逼中国 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出来 确确实实中国做的样步是比较大的 不仅仅在农业产品化工 从汽车很多的税务方面 要大幅度地降低美国的 对美国产品进口中国的税收 而且呢 会有一个很强细的 购买美国产品的这么一个数量 这么一个日程表 而且最新的消息显示出来 有一个新的甜点 那就是中国承诺 花180亿美元 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中国当然还会承诺 在除了购买的产品以外 也会在新的这一次人大会议上面讨论的 外资方面的法律 给予外资机构 外资企业有一个平等的经商的环境 而且为了使这个 这个 这个 法律的 这个 双方签订的 这个条款 具有这个 这个 决定性的 这个法律的保护作用 双方现在正在讨论一个 可以制约的机制 这个制约的机制 就是成立一个双方的这样一个委员会 或者是一个管制机构 由美国的企业进行投诉 如果美国企业绝对被中国欺负了 强迫转让知识产权 或者在经商过程中间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说 征收了不应该征收的税务 或者说 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等等等等 违背了这个中美贸易协定以后 有这个委员会 接受美国企业的投诉 那么 中美双方进行定时的会议 针对这个投诉进行争别 争别完了以后 如果发现这个投诉是有道理的 那么美国将会按照中美贸易协定 进行惩罚的报复 不叫报复 惩罚性措施 给予罚款 给予加税或者是其他的措施 具体细节还不是很清楚 同时要求中国不得进行报复 也就是说 如果我罚款了某一个中国的某一家企业 或者罚款了中国的某一个部门 或者针对某一个产品进行加税 进行惩罚加税 中国不得进行相应的报复行为 也就是说 有牙齿也不能翻 不能以牙翻牙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法律的保障 至于其他的结构性的变改 那么涉及到中共的一些体制变改的问题 不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中国的经济条件 法律条件 政治条件 有没有承受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先生说 真正要完全符合美国要求的 达到目标的要5到10年的时间 所以中美贸易的谈判 到了今天这种状况 美国确实实是赢了这么一个大的回货 川普足够可以发出他的推特出来 为中美贸易的进展鼓掌 美国伟大 但是美国仍然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协议有所怀念 但是我觉得川普要让这个协议不进行下去 让他去像他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那样 他突然就离场了 这种情况 我在《爹爹今天事》里面讲过 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和美韩的 和美朝的核武器谈判 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的谈判 虽然美国赢了这一招 但是实际上利益的互相牵扯 比这个朝美的利益牵扯 要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关系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习近平现在在开完会以后 开完两会以后 到了中审左右 那么他就会前往意大利访问 在意大利访问主要是签订 一带一路方面的备忘录 虽然一带一路现在遭到了很多的质疑 但是呢 很多的国家仍然希望中国来投资 仍然希望跟中国大陆有经贸的合作 美国的盟友意大利在三月下旬 中下旬将会迎来习近平主席的访问 习近平访问意大利之后 将会访问法国 那么在法国访问之后 有可能会到美国的弗里尼达的川普总统的度假地 进行协议的签订 当然 之前 习近平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去 能够去海南去站一下台 但是川普总统不愿意 甚至习近平主席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访问中国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从现在看起来 很有可能是习近平主席前往弗里尼达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了情况随时有变 请锁定明镜火拍的节目的及时的报道和分析 谢谢大家